车壳交黑内部几乎全汇 这辆车在台湾时间凌晨4点多 由一名男子驾车撞上美国国会大厦附近路障 随后引发火烧车 今天主播用疯狂来形容 因为车子一烧起来 男子下车先对着空中开了好几枪 接着远警试图接近时 男子竟然选择自行结束生命 但动机违和 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美国国会正在休会 这场意外没有波及到其他人 不过才几个小时前 隔壁的滨州也发生一起 汽车冲撞死亡事件 当地一家酒吧外 原本在举办一场募款活动 没想到一辆车突然撞上人群 造成至少一死十七伤 接着驾驶人还开车到附近 也冲撞杀害自己的母亲 警方立刻逮捕嫌犯 嫌犯被控两项谋杀罪名 作案动机还在厘清 而类似的冲撞事件 这周末也发生在维吉尼亚州 浓浓烟雾笼罩街头 原来是一辆载着乘客的Uber汽车 撞上路旁一家酒吧 造成15人受伤 两人命违 目击者表示撞击力道之大 人群惊慌奔逃 只是汽车冲撞原因 警方都还在调查 TVBS新闻做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